罗永浩的创业课 人人都是创业者 欢迎来到我的创业课 你好 我是老罗 罗永浩 今天我要和你讨论的内容是一场发布会从预热彩排到执行完成的全流程 首先我们说一下预热 不管你的发布会是四周前订的还是六个月前订的 到了发布会前一周就要开始做预热了 一些事件型的企业发布会不需要预热 但是消费类产品的发布会原则上必须做预热 那么成本最低的预热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在网上发倒计时海报 创业公司自己的微博账号和微信公众号 如果人气不够 可以找比如说像什么古山文化 牙线文化这类的机构 付费请那些与产品受众契合的那些大账号去转发 掉胃口的倒计时海报是很古老的桥段 但是处理得当的话永远有效 就像优秀的喜剧片或者是优秀的恐怖片的经典桥段一样 永远有效 如果自身团队不擅长做创意呢 你可以请那些做创意广告和那些病毒传播的那种团队帮忙制作 这些也可以通过上述机构来处理 当然如果你有预算的话 也可以请这些创意团队在制作一些病毒视频啊 互动的H5页面啊等等 这些都是非常管用 并且成本可控的一些方式 好 接下来要说的是场地搭建和彩排 如果是中小型的发布会活动 比如在酒店的多工农厅 或者是大堂里举办的那种发布会 活动方案承接商 前一天晚上进场搭建就差不多了 如果是那种大型的活动呢 通常需要提前两天甚至三天进场搭建 进场搭建的时候 企业只要派出市场或公关部门的人 去现场监督就可以了 在这里再次提醒一下 就是说 如果你们公司自己没有懂行的人 就要在朋友圈里找一些大致懂行的朋友帮忙去监督 因为在国内这些所谓的专业公司 不老实或者是不专业 是非常普遍存在的现象 在搭建结束后 所有需要在发布会现场 进行演讲或登台 参与仪式的公司管理层 和所有相关的人员 包括邀请来的主持人 都要去现场彩排 彩排时要把正式的流程 彻底的走完至少一遍 如果时间允许能走完两三遍 当然就更好 至于需要在发布会上 做主要演讲的人 彩排十遍八遍也是不过分的 很多事件型的企业的这个发布会 走完过场 让媒体能发个稿子 就算完成任务了 如果是这种就算了 但如果是消费类产品 或服务的发布会 你要给现场的观众和媒体 造成良好的印象 是至关重要的 在这种情况下 充分的彩排是绝对必要的 好 下一个是现场 临时工作人员的培训 这是很多企业都忽视的 如果你举办的是那种 规模较大的发布会 现场需要很多引导观众入座 或者解答疑问的临时工作人员 一般说来场馆方 可以替企业安排这种募集和招聘 但我们多年的经验是 企业一定要自己派人 比如说人力部门 去对这些临时工作人员 进行一两个小时的短期培训 才能保证他们在现场应对得体 现场的观众 如果遭遇到态度恶劣 或者是不耐烦 或者是仅仅是不够友善的 这种工作人员 如果遭遇到这些情况的话 一定会对举办发布会的企业 产生不良的印象 这个是一定要小心的 好 下一个是发布会当天的整个流程 开场前嘉宾签到媒体签到 这些都是大家很熟悉的那些环节了 必要的时候呢 也可以做一个这个背景墙 在背景墙上请嘉宾签字 并合影留念 可以做这样的环节 但这个环节呢 通常是在现场来了 很多社会上有知名度 会影响力的人物 是才会采用的 否则会显得一点古怪 好 下一个是说 主持人开场 并介绍整个发布会的流程 如果事先有制作 烘托气氛的开场宣传片 效果会比较好 至少一个尝试去烘托气氛的宣传片 会让现场的人 看到了你的意愿之后 尝试去配合 如果没有这样的宣传片 则需要专业的主持人开场时 讲一些活泼幽默的开场内容 来烘托一下气氛 还有就是如果发布会 邀请到了非常有分量的这种嘉宾 企业呢 通常会让主持人开场时 点到他们的名字 以示自己这个有关系 有影响力 江湖上有朋友 有实力等等 刚才说的那几个开场的流程 都是企业发布会的 常规的合理的这种流程 但是如果你的企业 有一些明显不同于 其他企业的地方 使得上述流程 可以变得没有必要的话 当然也可以完全按照 自身的特点来相应的安排 比如说垂直科技的发布会 就从来都没有上述的流程 接下来就是企业负责人 或高管的主题演讲 通常这是发布会活动里面 最重要的部分 也就是说是一场发布会的主菜 一定要严肃的准备 认真的排练 职业的演讲者会为了 一个小时的演讲 准备100个小时 企业的负责人 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 或者说这件事 对该企业没有那么重要 那么通常情况下 也得准备 十几二十个小时的时间 除非是天才 否则企业的负责人 走上去以后 看起来充容淡定 干净利索挥洒自如的 在观众和媒体面前 给企业做一场 严重加分的这么一个演讲 这背后都是花了 大力气认真准备 和反复排练的一个结果 顺便说一下 这些年整个商业事件 都受了乔布斯的影响 一窝蜂的 由企业的创始人或CEO 站出来上台 做产品发布会的主题演讲 包括很多 完全不具备 正常人的演讲能力 甚至普通话 比外语说的 还难听懂的那些CEO 也都上去自己做演讲 其实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如果一个企业CEO 自己能讲当然最好 但是如果CEO格外的不能讲 就是他的演讲能力 或说话的能力 比常人还差 那么安排自己企业里那些 比如说外形好一些 口才好一些的 这种高管去演讲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如果这个高管凑巧 是企业的CMO 或市场总监之类的 那就再合适不过了 无论是创业公司 请来重量级公司的 负责人站台撑腰 还是大的公司 请来重量级的 大公司的战略合作伙伴来捧场 让这种商业领域的重要人物 上台讲几句话 对发布会活动本身的效果 一定是加分的 只不过安排这类环节的时候 最好能跟对方提前 核对一下讲话的内容 免得对方过分随意的发挥 导致现场的效果 出现什么意外 或是尴尬这类的情况 无论如何 一场完整的发布会 必须有一个 事先设计好的高潮 这个通常来自 企业负责人的演讲内容 如果是这样的话 它的效果是最好的 如果做不到 播放一个 事先准备好的 高品质的视频 也是可以的 实在不行的话 做一个戏剧性的 高潮仪式设计也可以 比如说 所谓的启动仪式 就是很常见的一种情况 最后 不管你是真诚的 还是虚伪的 当然真诚的 永远更有力量 就是说 不管你真诚 还是虚伪 技术上 你都要赋予商业活动 一个比商业本身 更让人认同 或者说更让人引起共鸣 或者更让人尊敬的 某种意义来升华 拔高一个商业活动 比如说 你这场发布会的主题 就是要去赚外国人的钱 你把它升华的结果 就是变成了 我们要把民主产业 和民主品牌 走向国际化 这样听起来好很多 再比如说 你的企业在城镇的业绩 已经接近饱和 很久都不增长了 于是决定下乡 去赚乡下人的钱 结果你把这场活动 内涵和意义升华的结果 就是我们要服务好 被科技行业 遗忘的六亿同胞 这个听起来也是好很多 大概就是这一类的感觉 希望明白什么意思 如果是事件型的发布会 活动结束后 请媒体发个通稿 就差不多了 这通常意味着 这件事告一段落了 如果是消费类产品的发布会 发布会的结束 意味着市场公关和销售部门 长达半年到一年的万里长征 才刚刚开始 听完今天的内容后 你可能需要的一些资料 比如说垂直科技 历年的倒计式海报 历年的现场物料 在现场的大致效果的 这个示意图 还有我们历年的 现场宣传视频 以及完整的活动筹备的流程图 内容筹备流程图 和现场活动流程图等等 我都符录在今天的 课程的文本后面了 你听完了之后 记得有空的时候看一看 好 以上就是今天创业课的内容 欢迎你写下 听完之后的感想和留言 我们在留言区里一起交流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